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维持像今天这样子非常高温 炎热晴朗的天气状况 提醒您出门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而目前北方有多封面云气逐渐的接近台湾 月季正式影响台湾的时间会落在礼拜三到礼拜四 但是其实礼拜一二就会带来一些水气了 而礼拜三四会是它直接影响台湾的时间 要等到礼拜五呢 封面云气才会逐渐的往南压 移到巴士海峡上空 所以正经来说呢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天气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礼拜三四雨是最明显 礼拜五雨是才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所以等于有长达五天的时间 台湾各地都会有一些阵雨的情况 而且礼拜三四呢 恐怕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是 所以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下个星期的天气变化了 封面来的时间有机会提前一点点或者是晚一点点 所以提醒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 但是整体来说下个星期的天气状况都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务必要赶紧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做好一些大雨来之前的防范跟准备 另外气温呢也可以反映降雨的变化 可以看到礼拜天之前因为都是好天气 所以高温都可以来到34度35度左右 礼拜一开始云量增多水气开始变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气温开始往下掉 而到了下个礼拜三四呢会是这波封面云气 影响台湾最明显降雨最明显的时间 所以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降到26度左右 感觉是比较湿凉一点点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 礼拜天之前都是相当晴朗炎热的天气状况 高温32度到33度左右 同样的礼拜一开始气温逐渐的往下掉 礼拜三四降雨最明显的时候 高温就会降到27度左右 同样的也会感觉比较湿凉一些些 好至于在外之四天的降雨分布呢 可以看到礼拜六礼拜天其实都是像今天这样子 中午过后山区局部的午后震雨为主的这种天气形态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呢 封面逐渐的接近 同时西南风也会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局部的降雨了 但是礼拜一的雨势还不会非常的大 礼拜二呢则是雨势会越来越明显 礼拜三礼拜四封面正式南压之后呢 更会出现更明显的雨势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 下个星期其实天气状况是相当的不稳定 而且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大雨来之前的防范准备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哦 就像刚刚提到的各地其实都是好天气 好天气会持续维持到礼拜天 高温都会来到34度到35度左右 大家外处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好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接下来这两天的端午连续假期持续维持 跟今天一样的好天气 只有中午过后要注意了 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前往山区呢还是要多加注意 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下个礼拜三封面雨漆就会报道了 其实下个礼拜一二呢 就会受到它的一些前沿水汽 还有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 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 而下个礼拜三四呢 更是封面主体报道 要等到下个礼拜五封面雨漆逐渐远离之后 雨室才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所以下个星期整体来说呢 会有一段比较长时间 而且也比较明显的这种雨室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注意家中的排附近的排水系统 有没有正常的运作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定期数据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节目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大爱二台 包括了慈祭在中国大陆江苏 针对民工家庭的学子展开红豆山助学计划 请继续 请继续